- 下午蓝短中 欢迎收看今天的台股新攻略 - 刚才你掌握全世界 - 我是蔡伟霆 - 我是薛林黛 - 今天台北股市表现 - 虽然还蛮强势的 - 都是在欧美股市大涨之下 - 今天台北股市 - 以及包括了亚洲股市 - 都是往生其生走涨 - 在来比股市大涨 - 抽过了80点 - 来到了8023点 - 明天希望挑战了8089人 - 前波高点 - 加上说还不错 - 量能有出来 - 来到了800多亿 - 这么来看 - 是不是整个多方的架构 - 是越来越稳 - 我想8000点又来了 - 对 - 今年初以来 - 这个市场上流行一句话 - 对 - 叫做七上八下 - 大家就大家了解说 - 可能是7000点上 - 其实8000点会不会拉回 - 那么这样拆就困难度比较高 - 对 - 事实上你说七上八下 - 讲这四个字里面 - 完全没有什么依据 - 你只能说大概 - 每次来到8000点就有可能会拉回 - 来到7000点低档又有接 - 甚至政府基金也会进场 - 那我说过我们做股票 - 这样子做很累 - 因为你要去拆它 - 你不如好好的从盘中来实战 - 对 - 因为做股票毕竟是实战的 - 那么待会我们 - 按照我们的流程 - 每天都先讲指数 - 那当然一定要谈谈苹果 - 对 每天这礼拜都在交 - 对 苹果的焦点 - 好我们先来看看 - 我们一样 - 这个指数只有方向 - 我还是那一句话 - 指数比股票简单千百倍 - 为什么 因为它只有技术面的方向 - 对 对 对 - 当然股票的方向 - 股票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 因为股票你必须要了解 - 国际股市的概念 - 还有这个基本面 - 还有技术面 - 那方向大概总而言之 - 就是一个技术面的一个题材 - 对 - 所以如果操盘工具的话 - 在这一块 - 这是基本功 - 因为技术面本来是基本功 - 那基本功的话 - 但是你要精准一点的话 - 那么还是有几个窍门的 - 首先投资朋友 - 你自己使用的操盘工具的话 - 如果在指数的推论上 - 你当然如果是盘中 - 再做一个关盘的重点的话 - 一般来讲 - 也很少用到什么周线 - 怎么看盘中 - 日线是一个大概的方向 - 因为盘中的变化 - 投资朋友你要了解 - 技术面是从短线 - 一直一直累积成中线 - 对 - 日线累积了一段时间 - 就拿指数来讲 - 可能这个日线涨个300点之后 - 周线才会翻上来 - 这是比较 - 大家要稍微了解 - 所以日线 - 当然如果你盘中来讲 - 那都比较慢半拍 - 对 - 不妨从最简单的实物操作 - 就是所谓的惯性定律 - 来了解今天的惯性是在什么方 - 今天的惯性定律在哪一方 - 所以今天 - 我说过 - 11点半到12点半这一块 - 是属于多头的 - 如果是涨上来 - 你要记得 - 是涨上来叫多头惯性 - 跌下去叫空头惯性 - 然后你要搞清楚 - 因为最近很多投资朋友 - 打电话来问 - 其实很想要了解 - 每天都要印证一下 - 到底是多头来空头惯性 - 而且你打电话来问是好事啊 - 因为可见你对 - 有兴趣嘛 - 这个市场是关心的 - 我对这个投资朋友 - 自己做股票之后 - 有时候有些投资朋友 - 大概是跌怕了 - 或者 - 咱们说到买 - 疏怕了 - 疏怕了 - 所以有时候会有点麻木 - 每天在看自己 - 看人家的股票都在 - 当你起床办 - 然后自己的股票平平跌 - 久而久之会有点麻木 - 就没有感觉了啦 - 可是你说他不关心嘛 - 那不可能 - 因为自己的钱毕竟在里面 - 好 跌下来这一段 - 十一点半跌下来 - 这个叫空头惯性 - 跌到这个地方 - 一定会有盘上来 - 收盘 - 这个是当天的 - 好 - 当天我们说一下都盘中 - 对 - 这是多头惯性 - 所以今天如果这一块 - 还是拉抬 - 原始是多头惯性 - 然后我们来看看 - 来 - 来看一下 - 今天 - 今天的盘式 - 到底算是多头还是空头 - 事实上今天最高点 - 是来8025 - 附近这个位置 - 所以它是在什么 - 十一点半到十二点半 - 基本上它是一个多方架构 - 对 - 它一直在 - 这个是盘中的一个重要的 - 一个平均架 - 这一条线 - 黄色这一条 - 它一直在盘中 - 这个是属于多头的 - 因为这个点 - 这个十一点半 - 这个点已经超过前 - 这个前面的高点 - 对 - 所以基本上它 - 它多头是形成的 - 但它今天 - 我说拿到这个高点的时候 - 拉回 - 但是没有什么拉回 - 还是属于多方的一个惯性 - 还是在多头惯性 - 所以尾盘自然而然 - 还是收高的 - 还是收高的 - 所以今天还是维持多头惯性 - 然后我们有设立一个均架 - 所以以这个均架来看的话 - 今天早盘事实上是比较危险的 - 因为它已经滑落到均架底下 - 对 - 但是我说过 - 如果你这个地方 - 就断今天要收低的话 - 那言之过早 - 言之过早 - 我们还是要回到 - 十一点半到十二点半 - 还是多头惯性 - 是 - 是多头惯性的话 - 头的朋友还是老话一句 - 你是以做多为主 - 做多 - 做多为主 - 就尽量不要放空 - 所以昨天 - 我们昨天不是聊到 - 后来聊到下半场 - 下半场的时候 - 聊到这个股票的时候 - 提到这个 - 这个陈宏不是昨天说 - 量的这个所谓的 - 转折要做卷空 - 是是是 - 是不是 - 所以我们就说 - 因为我们看到盘中的 - 这个多头惯性 - 是属于多方的 - 所以当然不建议做这样 - 所以一个工具的使用 - 你要融汇贯通 - 而不是东一个吸一个 - 都要死脑筋 - 对不要死脑筋 - 所以我一直想想说 - 股票市场上它是活的 - 可是我是比较担心说 - 有些投资朋友 - 都把股票做死了 - 因为套在那里 - 没有动 - 一直卡在那边 - 老是在你那一档股票里面 - 做思考 - 也许你的股票 - 像几年前的低润 - 它真的是没有行情 - 对 - 而且可能都要面临到 - 下市的危机 - 你看这过去这一两个月 - 低润多强 - 是不是 - 所以我说股票它是会零 - 会这样来来回回的 - 轮动的 - 那你要学会掌握这个轮动 - 所以我觉得观念是最重要 - 那我说过 - 如果投资朋友你对指数 - 想要研究的话 - 你要更在比较细微的转折 - 因为盘中 - 不要以为我每天讲 - 这什么多头惯性 - 空头惯性 - 它的用处很大 - 因为它判断的就是今天的盘中 - 跟明天的开盘 - 因为这个地方拉伸上来 - 昨天是多头惯性 - 它延续到今天的开盘就开高了 - 你应该懂我意思吧 - 因为昨天的多头惯性 - 就是已经预测今天是还是 - 基本上还是多头的 - 所以今天顺势再开高 - 那么你的多单 - 当然就延续到今天 - 你盘中怎么样 - 都是胜算嘛 - 对 - 因为你昨天跟今天 - 因为今天的指数 - 又长得比昨天多 - 所以你怎么样都是胜算 - 学位这样的一个实战 - 我还是讲真的 - 这个东西的话 - 你应该要- 会让你的功力 - 越来越强 - 对 - 因为你不会执着 - 你知道什么叫当机立断 - 好 - 对 - 对 - 对 - 因为它的架构是很清楚 - 因为它维持在多方 - 就我刚才不是跟大家讲 - 那个多头惯性 - 如何把它用到 - 这所谓的指标里面 - 这个观念 - 这跟量价结构都有关系 - 所以指标不要说 - 基本上大家不要一直执着 - 在什么KD - RSI - 因为那个循环指标 - 像这个地方就很容易去拉回 - 它钝化掉 - 对 - 等到拉上来的时候 - 它这个指标 - 那种所谓KD RSI - 那就容易顿化 - 我也跟大家讲说 - 那个几十万人 - 就算百万的股民 - 至少一大半人都在KD RSI - 谁解盘 - 来用那个移动平均线 - 投資朋友都会打电话 - 来问我说 - 这个顶太狗狗了 - 你怎么会跟人家说 - 越线地大尾 - 对 - 我问大家 - 那你不知道吗 - 不是说你不要来问这个 - 我也一定会跟你回答 - 只不过我觉得 - 那个1加1等2 - 这种东西就不要问了啦 - 那个很简单 - 是公开 - 公开化的东西 - 不容易让你赚到钱 - 这是一定的 - 对 - 所以指标应用 - 我说上百万人 - 再用那个指标 - 我们这个才五六百人 - 再用的话 - 准确度特别高 - 你看这个地方 - 就差多少了 - 你不要以为这个 - 这个虽然二三十点 - 可是你容易被洗掉 - 你还没有勇气再进来 - 这是一个心理作用 - 所以你看看这个指标 - 指标的好处是 - 这个地方是白点 - 这个地方胜负不大 - 那这个地方就 - 这个地方是接近200点 - 甚至快要300了 - 所以这个架构的话 - 让你很稳中在求胜 - 稳中求胜也不会被洗掉 - 这个洗掉 - 就在那个指标的重要的关键点 - 没有设计好 - 对 - 我还是那一句话 - 没有设计好 - 就会有这种失误 - 所以那个指标 - 就是考验你的人性 - 那一些你常用的指标 - 有些同学朋友说 - 我们KD指标 - 那RSI来MAC - 我们改改参数就来用 - 这个是错的 - 因为菜刀究竟是菜刀 - 就算是削铁如你的菜刀 - 你也没有办法跟那个水武端 - 飞蛋比吧 - 对不对 - 你只把菜刀改一改而已 - 错的不好用的东西 - 就是不好用 - 我觉得这是 - 我们在指数上 - 简单跟大家提到 - 那我们每天都是要讲股票 - 对 - 各股1400党 - 都想要给它全部讲过一遍 - 对啦 - 我們今天看一下 - 今天有涨停版的 - 3481的群创 - 好 - 群创 - 群创的话 - 你看看今天的日线 - 这个日线 - 我们来看一下 - 它的整体的一个架构好了 - 实际上群创很平稳 - 那群创我说过 - 群创如果你做美国 - 其实我们台北股市都是慢半拍 - 我这一两天 - 因为今天我们没有准备奇景光店 - 奇景光店是做一点小头部 - 所以群创也拉回 - 最主要你要注意到那个康宁 - 在美国 - 你把那个技术面拿出来看的话 - 几乎跟群创有达一模一样 - 也是做面板康宁 - 也是做面板康宁 - 那我们来看看 - 大家从指标来做的话 - 你也可以自己审视很多 - 之前群创曾经翻空过一次 - 对 - 这个是周线 - 这是周线的角度 - 所以周线它还是很平稳的 - 对 - 该跑的时候跑一段 - 该进场一段 - 那关键点就在这个地方 - 投资本会比较疑虑的 - 我觉得我们 - 既然在使用工具的话 - 我要想办法让投资本 - 比较了解它的概况 - 为什么它会横向整理 - 感觉是在洗盘 - 对 它就是在洗盘 - 为什么它洗盘的架构 - 实际上这一根 - 到底是对是错的话 - 很容易了解 - 奇景光店还在走跌 - 所以我对这一个方面 - 就比较保守一点 - 虽然是呈现了多方 - 但是奇景光店在跌 - 还在走跌 - 即使昨天美股大涨 - 奇景光店还跌2% - 对不对 - 但是康宁昨天小涨 - 它就刚好冲过来了 - 对 - 所以我们要延续 - 这样一套的讲法是说 - 投资本我要跟大家讲说 - 如果你有这样的工具的话 - 你最大的困扰就是说 - 输赢不大 - 对 - 因为它的停损 - 停力点指标设计精湛一点 - 没有那个停损点是三成的 - 要叫死人 - 没有那种的 - 停损385% - 投资本不要以为一个操盘的技术面 - 投资本你可以告诉我吗 - 你用KD指标 - 用移动平均线来选股吗 - 大概不可能 - 你只是一厢情愿而已 - 为什么 - 因为站上移动平均线 - 不管是月线啊 - 或者技术指标KD指标 - 在底下交叉 - 往上叫做黄金交叉 - 同一个时间点 - 那个时间点出现交叉的 - 可能有500档 - 可能有1000档 - 你要怎么找什么股票 - 什么以前那种 - 红买绿卖吗 - 红你就买 - 红你就买 - 红你就买绿你就卖 - 对不对 - 那一大早是红的 - 会不会过了中午就绿了 - 那你的脸也怎么样 - 也绿了 - 也绿了 - 对不对 - 所以我说过 - 投资本你技术面指是辅佐的 - 我一直强调 - 技术面指是三分之一 - 对 - 如果你用三分之一来选股的话 - 你的问题的困扰会很大 - 昨天我们就说台股也要三合一 - 对不对三合一 - 所以你用技术面来选股的话 - 你选不到好股 - 所以你的忙点 - 所以你花了那么多时间 - 很多通常识别人我知道 - 都去学技术面 - 真的 它划线这样 - 划线 - 然后呢 - 技术面讲课 - 花很多钱去学技术面 - 其实你只不过学 - 你就算学成功了 - 技术面的top - 你也只有三分之一 - 你也只有三分之一而已 - 你连五成的机位都不到 - 对 - 对不对 - 那你如果进阶道 - 能够消息面 - 跟基本面 - 题材面的话 - 这就是为什么 - 我说实在的 - 你看那些投信法人 - 他们在研究技术面都很简单 - 对 - 就是美国股市看移动平均线 - 100日 200日 - 因为他们是中线 - 中波段 - 对 - 可是如果你进去投信法人 - 那边 - 你英语要比较好说 - 是 - 因为他们要用这个 - 这个比较有英文程度的 - NVA有经济学的研究基础的 - 你才能够很清楚了解 - 国际股市的脉动 - 对 - 但这一块 - 我说实在 - 但看我们这个节目的投资朋友 - 大概散户也有 - 散户也大概蛮多的 - 那你这一块 - 可能是投资朋友 - 你最缺乏的 - 好 我们来看一档股票 - 所以我们今天要花点时间 - 来讲一些 - 个股上面的多空变化 - 对 - 我要跟大家讲这个 - 好 - 来看这档股票 - 它的名字叫做精华 - 好 今天又有谁的眼睛 - 又是碎了一地吗 - 是没有啦 - 又跌破了外资眼镜 - 是没有跌破外资眼镜 - 不过我还是要跟大家讲说 - 这个 - 这里台北股市 - 现在面临到一个很重要的 - 一个关键点 - 它叫做结构的转换 - 是 - 那么美国也面对到五月初 - 会不会来到每一年的第一个高点 - 这是因为五月初也快到了 - 对 - 那第二个呢 - 苹果 - 苹果财报公布 - 那苹果今天财报公布是很有趣的 - 苹果五点公布财报 - 一公布之后涨1.6% - 一路拉 - 来到七点 - 今天早上七点半的时候 - 涨到了5.9%最高 - 那你现在看苹果的盘后 - 反黑 - 反而反黑跌了0.5% - 所以我说 - 这个这样的一个消息面 - 你的操盘软体大概做不到 - 当然我们都把它放进里面 - 对 - 随时随时的追踪 - 大家待会就看到了 - 但是我必须要 - 那个我们下半场再说 - 我们上半场再说 - 这里在做结构的转变 - 所以投资朋友有没有注意到 - 一个东西 - 今天的 - 今天的叫什么 - 精华吗 - 不是精华 - 也不是精华 - 今天的股票当中 - 有一个东西是很特殊的 - 叫做 - 美光 - 2408的 - 这叫什么 - 南科 - 南科 - 今天 - 有没有注意到 - 看不到什么东西 - 因为它开板是跳空涨停的 - 结果一个价打到跌停 - 但是滴润的 - 我知道 - 这个在五六年前 - 全台湾的投资朋友 - 最喜欢做滴润的 - 也计算滴润很红一阵子 - 是是是 - 套牢最多的也是这个 - 到了五年前 - 开始大家都说 - 它是一点像西洋产业 - 所以滴润也面临到一些 - 财报的问题 - 欠债的问题 - 政府要不要救的问题 - 但今年的滴润有点翻身 - 从但是拉了半天的话 - 涨停板到跌停板 - 我有跟大家讲一个观念 - 同样你看低润 - 你看今天包括2475的滑印 - 这些特殊的小型股 - 都在涨停板之后打到跌停 - 是 - 注意哦 - 那不是说他们涨不涨的问题 - 我要讲说 - 涨了一段就会有拉回 - 它已经告诉你说 - 结构要准备要做转变了 - 这个转变的话 - 我们下半场 - 好,我们下半场就来看到 - 这个台北股市里头 - 刚刚鼎台哥哥特别说 - 这个似乎有一些结构上面的转变 - 到底怎么样转 - 现在这样转算是正确了吗 - 我们休息一下台股新攻略马上回来 - 担心身体走样吗 - 唯一经国家卫生署认证 - 水溶性可塘胺 - 有助于促进人体新陈代谢 - 降低血液中总胆固存 - 每天花不到50元 - 让你轻松窍窍无负担 - 健康心安庆周年 - 买两盒再送两盒 - 更多的好康 - 请搜寻台湾爱买 - 快播0800 017 017 - 来电再送全册健康新哲学哟 - 很高兴为您服务 - 薛异三个月刀是灦健的马祖师 - 寄求主辟的马祖 - 保余似我们转生嘉病安 万苏翁翁翁翁 来电再送全册健康新则学哟 很高兴为您服务 量大师科建为乱世英雄台股大攻略资料 欢迎来电索取 索取专线0809 080518 0809 080518 担心身体走样吗 唯一经国家卫生署认证水溶性可塘胺 有助于促进人体新陈代谢 降低血液中总胆固存 每天花不到50元 让你轻松窈窕无负担 健康新人请周年 买两盒再送两盒 更多的好康请搜寻台湾爱买 快播0800 017 017 来电再送全册健康新则学哟 很高兴为您服务 爱买客请你吃大餐 10月10号起 美国的想念专居 这么多赏美优惠 消费再收哈拿黄金炒饭双人套餐 请上爱买客粉丝团 欢迎再度回到台股新攻略 带你掌握全世界 好 刚刚调说在台北股这里头 似乎已经是慢慢逐渐形成了一个结构上面的转换 到底现在怎么转 是转的正确吗 我想这个结构转的正确 优惯后市的一个发展 对对对 台积电涨上来有点温吞了 然后国际股市美光再跌 我们刚才跟大家知道 低润的美光再跌了 低润的美光再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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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短头部一样 当然你还不能确定它头部新的 像前两天那个 那个飞承半导 连续紧急刹车又上来了 对 但是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目前的结构上 当然涨多的股票也会拉回 这是美光的一个走势 我们刚才一直强调说 要带你掌握全世界的话 就是你要了解国际股市 在怎么走 那国际股市现在已经有一点 也就是说它里面做一个结构的转换 台北股市能不能顺势结构转换 第一个重要 苹果发布财报之后的话 它能不能 就是说你现在看到亚洲盘 它好像不太涨 那是不是也从此利空出境的话 这也有可能 因为你没有看到正规盘 是不知道到底怎么一回事的 那么苹果涨上来的话 会影响什么 红海就要来了 那红海如果来的话 台积电压回 那无所谓 一样是机会 但是你要了解 这个中期就会改变 电子股的一个整个结构 所以我说过 我们的操作股票是要选股 要学会选股 那么选股的 因为你选股对的话 掌握它的轮动 你操作才会灵活 这都是观念 然后每一档股票 掌握它的买点卖点 当然像我们刚才讲的美光 你的卖点大概不好掌握 因为那种涨金拿到跌地盘 所以这股票大概也没有人做 都是特定的法案在做的 外资很喜欢做 那学会让自己赚钱出场 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么我们每天要讲这个东西 你同志朋友我还是 你不要陷阱台误格骂嗦 你不要陷我骂嗦 我不是一定要说这个 你不要陷我骂嗦 因为这个不讲 我每天都要讲这些东西 观念啊 我真的很怕你被套牢被擀空 实在我不是说很骂嗦 不过家有一老 顶态说话 如有一宝是不是 如有一宝嘛 每天提示你 那掌握全球股市的脉动跟结构的话 这一点可能投资票难度会比较高 很比较高 然后我们要做一些预告 然后转强的一个格局 那操作上尽量简单化 我强调哦 一定要一个指标 一个观念 然后持股最好 不要太花心了 对这样的话 操作的话比较顺利一点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跟大家讲 像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我们每一天跟大家讲的国际股市 这个盘前的分析 盘前的分析 盘前做功课 盘前的分析 当然国际股市里面还是一定要看到 因为我觉得这里 因为我实在要跟大家讲说 这是今天8点45分的时候 这个自动会跳出来 而且会有声音 你看到国际股市 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 这个也没什么稀奇 不过升级指数昨天再创新高了 又再创历史新高 所以我说 大家一定要了解 可能啊 慢一点 你这个结构来看的话 大概明天后天 升级股应该要动 注意它那个 轮动的一个架构 升级股要动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你有注意到说 昨天的精华 已经变成第三名了 是 对不对 那成孔已经下来了 所以就注意 这个也就是一个领先的一个观念 这样筹码观念的话 要注意哦 因为升级股还在创历史新高 这个很重要 因为美国股市因为在做结构的转换 所以这一块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么我们也看到 台积电ADR已经不怎么样 你看我们很有趣 今天早上 早上我们看到这一些 国际股市这一些 事实上你会看到内容变化不大 美国股市虽然大涨 但变化不大 不是说大家都涨 不是说大家都涨 只是太阳能在涨 你要注意 因为我们这个还要牵涉到 核四未来的限电的问题 对 所以太阳能倒是可以稍微开始留意的 因为国际股市这一块 你看一直在准备要创新高的当中 那么当然我们台阶ADR这个涨不上去了 当时候在8点45分的时候 8点多的时候 我这一大早我 我五六点做的资料 对 你看那时候是台积电是涨5% 涨5% 可是到现在 可是我觉得说我们这个 苹果涨5% 对 苹果涨5% 那苹果我们觉得我们这一套工具 到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你看看我们这个很有趣 我们看 我们在8、9点的时候 赶快一出来了 好 赶快让9点都走 你看赶快苹果跌了5% 原本是涨5% 后来跌了0.5% 这个要让投资票比较能够清楚了解 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留意 那我们赶快来看 我们刚刚跟大家讲的像精华 1565的精华 做引擎眼镜的精华 你看它的技术面很漂亮 一路走长 技术面这个地方是翻多的 一路走长 我要讲是因为它变成第三名 600多块已经胜过成红了 对 那是不是透露出一个关键点 所以这几天大家真的要留一点 关爱的眼神在生技乎这一块 那生技乎这一块的话 我倒是觉得可以让大家看一下说 像这个葡萄王 因为这个想像这种 它算一个老人商机的 对对对 你看它的基本面 所以这也符合我跟大家讲说 我们除了这个消息面 题材面来讲的话 也要知道基本面 所以你说不是说 我不愿意回答那个月线在那里 季线在那里 我觉得那里 基本的啦 对 你亲切看都有 对 你应该去了解说 这些股票的基本面是什么 对不对 然后了解国际股市的内容是什么 是不是 我觉得才是重点 那当然讲到这个 所以我要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这一两天的生技股 以筹码跟它的结构形态 它应该要动 不然这个结构上的失败 因为这个牵到我说过 IC设计跟生技股它有点悄悄板 那你今天的这个 益龙店的一个财报 会不会是利多出境 所以这些都 在这一两天都有一个答案 那因为筹码面来看的话 越来越像 生技股越来越有机会 当然我说过如果苹果涨上来的话 我们更要关注什么 红海嘛 对哦 红海你看今天 诶 有没有看到 哦 哦 出现了第一天的红色班都序号 第一天的红色 你看这边卖出之后跌了一大段 这个跌到这个一成半了 跌了一成半下来 最近的这个卖年到这个跌到一成半 对哦 那现在的红海 同志朋友 红海出现的时候多方在工 甚至连台郡 都有机会了 嗯 那我们就说 我们现在就要把这整个观念再融合在一起 对 所以这时候如果让台积电下来 然后红海上 或者说让滴润下来 对 那红海上来的话呢 这个意义就不一样了 对哦 这股票的内容结构会转变 因为这个红海的族群 不像IC设计滴润 族群 整个庞大族群那么大 红海只有它的红海家族特定的 或者跟苹果概念的一些各股 连动的 所以呢 这里我预告 这个洞会有机会洞 红海会有机会洞 要离红海 那这个波段投资搞不好从这里开始点来了 那么红海有机会的话 你再把红海之前的技术面来看 有时候红海动的话呢 刚好国际生计指数在NBI拉回之后 反而台股的生计股上来的 这是一个结构的一个在做转变 那红海今天是第一根对不对 好 如果今天第一根它没有进场的话 那明天第二根算是OK吗 还算还要再等一下 我认为是OK的啦 当然今天晚上还没 苹果会有一个答案出来 它是暴底还是什么 如果还是维持这0.5% 我倒是觉得这反而是利空出境 那我们说尊重 尊敬这个指标来做 第一个红海第一根 你的进场点可能在76块附近 那你的提出点可能是74块多 这个很合理啦 做股票本来你就要有进有队 有防守 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说 红海已经出现它的翻多了 更多好的苹果概念股 当它跌了一大段的时候 投资朋友 你有没有准备好 我还是那一句话 不会追高呢 你就赢一半了 红海跌的那一段你避过了 当红海或者是一些苹果 包括6269的台阱 它的机会来的时候 你怎么掌握住它 我觉得这才是要跟大家讲 我今天的重点就是要讲这个 虚强者分享 有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强调说 要操作要灵活 你不要惊我怒怂啦 我就是要这样 不断地重复跟你讲说 股市的让你能够赚到钱的观念 是在于什么 是因为你有很好的操作观念 有轮动的观念 有操作灵活的观念 好 更多有关苹果概念 如果这个分析 还是请大家持续所 令明天台湖新公司 我是卫庭 我是居允泰 明天见 拜拜 拜拜